这里是怎么用身体来说事 我们会借用身体的某部分来表达其他意思 深层的意思 这一集里呢 我们先介绍关于眼睛方面的延伸的意思有哪些 第一个 眼光毒 眼光毒 这个图片有点奇怪 我们只要看他的眼睛就好了 为什么呢 眼光毒是说洞察力强 看人看事很准 可以看清人或者事情的本质 这里有一个例子 JK是个投资高手 他眼光毒胆子大 最近两年他每一项投资的收益都很好 这个例子是说JK看事情很准 哪一项投资可以收益高 他就投哪一项 在这里 在这里眼光毒是好的意思 看人看事非常准 没眼光 没眼光 那就是相反的意思 对人或者事物 对人或者事物没有好的判断力和鉴别力 我们看这个例子 是关于衣服的 如果你挑这套衣服 那我只能说你没眼光 品味差了点 没眼光 那就是品味不怎么样 可是在我看 这套衣服还是蛮好看的 因人而异 每个人看法不同吧 另外一个例子 你笑话70后年纪大 人家还嫌你没眼光呢 我们天天要接触人 要处理事情 有眼光还是没眼光 还是蛮重要的 急眼 急眼 急就是着急生气 所以急眼是表达发火了 生气了 看到自己的订单被同事抢走 小张一下就急眼了 当天就找到经理投诉 本来是自己的订单 现在变成别人的了 那当然是会生气了 所以呢 在这里可以用急眼 看走眼 看走眼 就是没看准 估计判断错误了 这里有个对话 一个同事说 人事部怎么请了这么个神做主管 我也觉得是 不是被骗就是看走眼了 两个员工在评论主管 觉得他不够称职吧 所以就说 人事部估计判断错误了 请错人了 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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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色是说 向别人示意 一般是说 劝告 命令 等等 我们会说 看我的眼色 来办事情 比如说 小平家里来了几位客人 可是他老公的朋友 很没眼色 一直不走 家里都来人了 那这位老公的朋友 是不是应该撤了 完全可以说 哦 家里有事 那我先走了吧 可是他没有 这位朋友 还一直待着不走 那就是有点 不太懂事了 所以说他没眼色 顺眼 顺眼 是说 符合心意 看着舒服 妹 小的时候 家里的小姨 总看他不顺眼 不喜欢他 可以说 如果看什么不顺眼 就不会喜欢 就像这样 生完孩子之后 这位妈妈 看着老公 不顺眼了 就是觉得 很多事情上 不符合自己的心意 我们可以这样说 看什么什么顺眼 一般来说 那就是比较喜欢 不会觉得难受 不会觉得 厌恶 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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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是说 嫉妒 羡慕 看着别人的生意 比你的好 你就眼红了 看着别人的生活 比你好 你也眼红吗 这种 这种嫉妒的情绪 要不得 不起眼 不起眼 是说 不够引人注意 不被重视的 不被重视的 看这朵小花 我家门口的一丛小花 看着不起眼 看着不起眼 仔细看 还是很漂亮的 另外 这家小吃店的 这家小吃店的位置 一般 门面也不起眼 但是味道正宗 生意一直不错 在这里 不起眼就是 不会引起别人太注意 因而就不会当回事 小心眼 小心眼 往往是说 心胸狭隘 眼光短浅 多疑计较 我们看这个图片上 拿着放大镜的 这个小伙子 看上去很生气 他就把一些 小事情放大了 所以容易生气 在这里说 他小心眼 一般人都认为 女生很小心眼 爱计较 容易生气 其实 男生也有 小心眼的时候 不管男生女生 有的人就会小心眼 死心眼 看来这个心眼 还不少呢 死心眼 是说 第一 有固执的意思 第二 是好的意思 忠实 像 这只小猫 和小狗 那对主人 是忠实不二 是好的 说他们死心眼 就是不会背叛 自己的主人 在这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呢 那就是第一个意思 于总 就是个死心眼的人 不管别人 怎么劝他 他都不会改变主意 固执啊 不知道怎么去变通啊 对于别人的劝告 不会听啦 所以说他死心眼 在这里是贬义了 缺心眼 啊 又来一个心眼 缺少心眼 那他是说 第一 指人做事情 考虑不周 第二呢 是说人单纯 没有心机 都是贬义 看看这个楼梯 在这个例子里 我们体会一下 是第一个意思呢 还是第二个意思 你这样扫地 是不是缺心眼啊 扫了地板 再扫楼梯 楼梯上的灰 掉到了地板上 这地板 不是白扫了吗 我们体会一下 像图片上这样 是应该先扫楼梯吧 然后再扫地板 这样的话 都能够干净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这里缺心眼 是第一个意思 考虑不够周到 开开眼 开开眼 他是说 看到新奇 或者美好 珍贵的事物 让自己增长见闻 一个朋友说 要不要我带你去 开开眼 这两天有电动汽车展 票很难买的 这个朋友说 要是票很难买 那就别费劲了 你知道 我对汽车 没太大兴趣 那这个开开眼的机会 就留给自己吧 我不想去的 开开眼 那就是说 把自己的眼界打开 让自己看到 新奇美好 珍贵的事物 翻白眼 翻白眼 眼睛 眼睛里有一块白的 那露出眼白看别人 那是表示轻视 厌恶 或者不欢迎 明显的 这个图片就是 厌恶的意思 你朝我翻白眼 是几个意思 没什么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 买一个展位 要花这么多钱吗 从这个对话看 有个朋友 翻了白眼 那就是表示 不理解 甚至厌恶的意思 啊 一个展位这么贵 需要吗 值得吗 至于吗 这个动作 还是有不少人会用的 翻白眼 两眼一抹黑 两眼一抹黑 这是个套话 意思是说 对周围情况 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知道 不了解 看看这个人 和日本有关系吗 哦 这是对话 西奥不懂日语 他担心 到了日本以后 两眼一抹黑 怎么办呢 没什么可怕的 他可以用翻译软件吧 当我们对周围情况 毫不了解 一无所知的时候 是会产生惧怕的 就是害怕 可是现在 翻译软件 用得很普遍了 不用担心 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傻眼 傻眼 为什么会傻了呢 他是说 这个事情出乎意外 所以自己的眼睛 傻了一样 瞪着的样子 我以为自己 翻译这篇报告 没问题 可是 一看到那么多 专业名词 就傻眼了 自己没有想到 有这么难 没想到 遇到这么多 专业名词 自己不懂 那有点傻眼了 那就是 发呆的样子 天哪 这可怎么办 吸引眼球 吸引眼球 是说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往往是说 非常有魅力的样子 我们看 这个是 日本闹市区的 一个广告 是中心街头的 立体广告 特别吸引眼球 好像动物都可以碰到你 看到这样神奇的广告 大家都会注意到的 而且不少人会赞叹 天哪 这个广告 太神奇了吧 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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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眼睛扬起来 那是对眼睛好的 所以它是保一词 是说人或者事物 让人看起来非常舒服 产生愉悦的感觉 那就是很开心 很高兴 比如说 看到这么美的花 我们都喜欢看花 特别养眼 帮助放松心情 这个词是可以用到人身上的 看到美女帅哥 也可以说 看起来很养眼 好了 这一期就介绍到这里 全部是关于眼睛的 隐身词意 不知道有哪些是你喜欢的 可以用起来哦 希望你继续关注下一期 怎么用数字来说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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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